自从AVIDIA在上个月的财报中表示 将与供应商一起调整显卡价格后 如今的显卡可谓是呈现出了自由落体般的降价趋势 原本高端显卡一周降1000到2000元 但是现在嘛一周直接是降了3000到4000元 个别型号甚至是降价了6000元以上 那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表示 开箱逼谋 当然这也许还只是降价的开始 目前NVIDIA部分地区的官网已经开始了直接降价 同时也推出了买显卡送游戏等多种措施 这些方式又能使显卡降价的何种程度呢 下面就跟着叶强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早在8月初的时候 NVIDIA就已经表明过 由于公司的游戏业务受到了重创 所以会在未来与合作伙伴一起采取行动 来调整其他价格和扩存 而消息公布后 显卡价格也确实是下跌了许多 例如高端的RTX3090Ti 从原价的1.5万元跌至了1.2万元 而RTX3090也从1.2万元下跌至了1万元 但这种8到9折的优惠 对于发售两年的产品来说 完全是没有任何吸引力 所以理智的玩家也是按捺住了自己的钱包 并没有出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小幅降价的方式也并未缓解NVIDIA的库存压力 甚至还使库存逼近了前所未有的临界点 而显卡降价就只能继续加大力度 现在能够看到的是 在NVIDIA的德国官网 公版的RTX3090Ti RTX3090和RTX3080Ti等 均是下调了官方价格 其中RTX3080Ti从1269欧元下降至了1089欧元 约合降价1250元 降幅14% 而RTX3090则从1649欧元降至了1199欧元 约合降价3127元 降幅27% 至于RTX3090Ti的价格 那就非常离谱了 直接是从2249欧元下降至了1329欧元 约合降价6393元 降幅高达41% 也就是以6折的方式来经营售卖 但这还仅仅是官方价格 在国外的第三平台上 例如EVGA的RTX3090 均价已经来到了6700元左右 而微星的RTX3080Ti 均价也在5000元左右 要知道在一个月前 这些显卡的价格全部都是在万元以上 而现在完全可以说是在寒泪大水卖了 显卡之交帮帮我们吧 反光国内 显卡价格也是在极机下滑中 例如8300元左右的3090Ti 7500元左右的3090 4800元左右的3080 以及3500元左右的3070等比比皆是 至于海鲜市场 什么5000元左右的3090 2000元左右的3060Ti等等 也是不占少数 当然这些显卡为矿的几率也就比较大了 但更加离谱的是 此前从未正式发布过的RTX3090 Super RTX3080 20GB等 也是陆陆续续的出现在了市场中 而这类魔幻显卡的出现 可能也就意味着矿工们真的快绷不住了 难不成空中飞人 值得可待 同时在临近40系显卡发售的节骨眼上 除了直接降价显卡外 NVIDIA也还推出了买显卡送游戏 参与活动送签名显卡等策略 来进一步刺激库存的小花 据外媒推测 这种显卡清仓式的策略 也一直会持续到40系显卡能够正式购买钱 所以后续阶段 显卡价格还将持续下跌 而另外一边目前最大的以太坊矿池EaseMine 将于9月15日正式关闭挖矿业务 觉得现在也就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那么显卡不能挖矿后 又会给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呢 是矿卡泛滥还是与现阶段没什么区别 大家可以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不到骨折绝对不满的想法 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的 毕竟等等脑都等了那么久了 也不差最后的这一点时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个论意见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一强 我们下期再见